我们来添加MuL移动指令 选中要添加指令的位置 在列表里面选择MuL 在添加MuL之前 还是要到手动操纵画面里面 确认一下你所使用的工具坐标 工件坐标是否正确 是否选中了机前当前正在处于的这种环境 然后点击MuL 然后这个新信号我们也给它并一个名字 比如说P20点点击确定 然后再添加一个 然后P20点这两个指令 一般的这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两个指令的话 在一个程序结束的最后一个移动指令 或者下面并不是移动指令的话 在一段移动指令结束的最后一个移动指令 我也必须把这个改为Find 然后点击确定 这是必须的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MuL的指令是怎么使用的 好 MuL指令线性运动呢 是机器人的TCP从起点到中点之间的路径始终保持着直线 一般由焊接塗胶等应用对路径要求高的场合进行使用此指令 但是呢用MuL指令呢两个点之间也不能离得太远 太远的话呢 机器人就容易走到10点位置上面去 如果想获得一个精确的路径的话呢 应该两个点之间的距离比较小一点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PL0到PL0之间TCP始终是保持在空间有直线的运动 这就是我们线性运动的一个路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